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新手使用指南 然后往下面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搭建开发环境 我们这里也都已经做过了 然后再往下面 它有使用一些具体的API 那么首先呢 它是创建了一个这个微信API实例 然后通过微信API 然后去那个注册到微信 然后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那个发送请求 然后发送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翻 然后我们在发送请求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指定我们所发送的这个消息内容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transaction 它是一个标识 只要保持它唯一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翻 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说明 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一的去说明 因为我们后面要肯定是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翻 一直翻到最后边 它有一个什么呢 微信SDK的实例 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实例运行起来 通过这个实例呢 我们来好好的分析一下 我们在下载之后 在这里 Sample 好 我们把它给解压之后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 我们打开Eclipse 然后把这个实例呢 给 然后给它导入 到我们当前的工作空间里边 然后浏览一下 实例呢 是哪个呢 是这个Sample Android Open 然后Copy 我们把它给Copy进来 好 此时呢 我们的这个工程呢 已经成功的导入进来了 然后我们来打开这个 主Activity 我们在运行这个程序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边说过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应用程序 微信SDK的 它是和我们特定的包名 和特定的那个K-Store 来绑定起来的 而我们的这个实例里边呢 它自己提供了一个什么呢 我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实例 实例里边自己提供了一个K-Store 看见没 由于这个Debug.K-Store 它自己提供了一个K-Store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得使用它的这个K-Store 才可以调试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 否则 你是不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的 因为它的这个服务器端的那个 这个微信的API 是和我们特定的包名和特定的K-Store 来绑定起来的 所以说我们在运行之前呢 需要来配置一下我们Eclipse里边的这个调式的K-Store 我们打开的是 对是Android里边的有一个Build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有一个自定义Debug.K-Store的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来浏览一下 浏览到我们的这个K-Store K-Store是在这里 Debug.K-Store 然后Open Apply OK 好 我们那个为了不影响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给清理一下 然后再运行一下 Android的Application 运行为Android的Application 我们把它给运行到 这个模拟器里面 这里他说出现一些错误 我们看是什么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控制台里边有输出的信息 把它给变成一个Darwood的格式失败 那么凡是这种错误 一般都是因为我们引入了重复的酷 重复的酷有哪些呢 我们看看这个酷好像没什么用 我们把它给删掉 我们要把这些没用的酷都给它删掉 然后就OK了 你看Reference的Libraries里面有一个这个SDK 然后这个PrivateLibraries里面又有一个SDK 对吧 那么这两个它也是重复的 然后我们我们把它给移除 我们把其中一个给移除吧 RemoveFromBuild Path 此时呢 我们只保留一个Android的系统框架的这个酷 然后呢 再保留一个我们微信SDK的酷 好 OK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你看它此时呢 就可以运行了 好 我们来打开这个模拟器 看一看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微信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 首先的第一步呢 我们要把它给注册到微信 然后这里呢 会有一个提示的调试输出 然后我们还是继续打开这个模拟器 我们先将它注册到微信 然后呢 我们来跳转到这个发送消息的界面 比如说发送一个文本 或者发送一些图片 这些个按钮呢 咱们大家可以自己一个一个去尝试一下 完了之后呢 它有与它所对应的API 与它所对应的API 是哪 SendTo微信Activity 那么与它所对应的API 你看有一个按钮 一个按钮对应一个API 然后这里都是全部的原代码 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我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个 比如说发送一个文本 然后我们把它给分享 点击分享 它此时呢 它会启动我们微信的一个这个界面 那么在这里呢 它会告诉你来选择一个联系人 那么我们这里呢 可以来新创建一个吧 因为这个目录里面好像没有 我没有最近的联系人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随便的选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直接单击OK 比如说我们把它给选上 然后就可以来那个单击一个OK 那么此时呢 我这里没有必要去那个发送 因为这个后边我们都是可以预见到 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的 这是它的第一种方式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 是直接分享到朋友圈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分享到朋友圈 我们可以把这个勾给勾选上 然后呢 再点发送文本 此时呢 这个文本是分享到朋友圈的 然后我们可以来单击一个分享 你看 它说啊 这段这段文字是来自微信SDK失利 然后我们一点系列 然后就发送成功了 然后我们来打开这个什么呢 来打开这个微信 可以看一看朋友圈里边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里边的这个消息 你看这段文字是发送自微信SDK失利程序 这个消息呢 就是我刚刚所发送的 这就是我们直接应用 可以来分享消息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